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李斯端 亲子要沟通 有问题 有敢说 但当我们碰到 人生最根本的 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勇气 今天晚上 我们要邀请来面对 除了您之外 我们今天晚上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了 50位的年轻朋友们 来到我们现场 他们将告诉我们 他们或者是他们朋友的 真实的经验 还有另外50位 是年龄比他们年长一些的 家长代表们 他也要告诉我们 这些家长们 他们真实的感受是如何 透过这100人调查 我们将可以了解 两代之间对性质问题 他们究竟有多少的差距 该如何沟通 除了这100位代表之外 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 艺人朋友们 的确 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语气 永远是轻松和谐的 我们的方式是解放的 但我们的节目的态度 绝对是认真的 首先我们来看 让爸妈今天囧很大的 主题是什么 根据卫生署 国民健康局 七年级生的 台北县市高中职 与大专生性经验 调查显示 近两成的高中职生 与四成的大专生 都有性经验 而高中生平均16岁 就有第一次的性经验 十年前 针对六年级生的调查 高中生就有性经验的男生 为一成 女生为6.7% 十年增加一倍 两代不敢触碰的话题 今天勇敢说出来 立刻进行我们的百人大调查 第一次是在几岁 第一次 十六岁啊 我好奇怪 我问你 你会和爸妈讨论 性教育这个问题 会 偶尔会 那大概是怎么讲 就是说我想生小孩 不准他做 不准他做 对 他生在了 他从来没做过 我四十岁了 嫁人才有做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教我 所以我也不会去谈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会讲啦 你找别人啦 找别人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但您真的知道自己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特别是家长知道自己小孩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我先就请教今天在座的几位艺人 也几位家长 您真的知道吗 要诚实地回答 第一位我们请霍丽芳小姐 霍丽芳小姐 很多年以前也主持过台湾第一个的性教育节目 因此我想您很有资格来做诚实的回答 你知道你小孩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大家 我的小孩第一次都会发生 真的吗 我限制也没有用的 你知道这种事情是限制都没有用的 因为我的女儿到现在还没有交男朋友 几岁啊 然后我的儿子二十一岁了 他有女朋友 而且他一个人在美国 但是他的女朋友非常的保守 他女朋友说不可以 要等结婚 我相信霍丽芳小姐讲的是实话 但你确定你的小孩跟你讲的是实话吗 我确定 我确定 因为女孩子我也问过 儿子也问过 而且我的儿子不会跟我撒谎 也许我们看另外一个节目讨论话题 然后王老师你呢 您的经验呢 OK 我也很诚实地讲 好 我不知道我女儿的人 就她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相信 她已经有了第一次 您是根据什么知道的 我可以感觉到应该是有 超之方 我儿子今年高三 我大概我不敢讲死了 我大概有98% 我确定她 没有第一次 我保留个2%的空间 我女儿今年才16 我肯定她 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一次 你有直接问过她们吗 我没有直接问过她们 我大概在最近这一年 一年半里面 我才旁敲侧击 拐了很多的弯 确定她们真正是有异性恋的倾向 而且都有过交异性朋友的经验 我才松一口气 你比较关心的 是不是异性恋 对对对对 所以还没有侦察到 我们刚刚看到三位的家长 基本上除了活力方小姐说 是她确定是没有之外 其他两位 事实上也是在98% 跟60%之间是猜测 我想问问第一次 事实上都很难启齿啊 但是真的有人愿意公布她的第一次 孙国豪你愿意对不对 蛤 谁 刚刚不是我说 我今天来啊 然后我以为制作单位 跟每一位艺人都蕊过了 然后我以为每一位艺人 都要讲她们的第一次 你知道吗 我想说 大家都很开放你知道吗 结果刚刚一问曲老师 曲老师说 没有啊 没有啊 好 只有你一个人要讲啊 好啊 只有我一个人 你是说人生有时候会受贱 是 没有错 然后还要再这么多的 这个长辈面前实在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害羞 嗯 请讲吧 我们在期待 第一次 几岁是不是 嗯 18岁 真的 有那么大吗 爸爸同来说我真害 18岁啊 真的真的 我只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愿意比较详细说明吗 第二个你觉得18岁 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我觉得18岁其实在我六年级的那个年代啊 我是六年级生嘛 我觉得算是比较晚的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多同学 他们其实都是比较早 就已经有性行为了 嗯 那其实我是比较晚的 那所以我觉得18岁是差不多啦 嗯 对 好等一下我们节目就可以知道 18岁是不是差不多年龄 我想今天我们就第一个问题 来请教我们的家长们 您知道您自己小孩第一次在几岁的 请作答 只有五分之一的家长是知道自己的 我们来看一位有一位是知道的 六号 六号的家长 您告诉我们 我的小孩是在二十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跟男朋友两个人就已经做好规划 那包括 所以他做好规划以后也跟我讨论 因为男朋友是熟男 就是已经大他十几岁 也是外国人 嗯 所以他带着男朋友到性病房治所去做检查 哇 做各种性病的检验之后 确定没有 然后他们才进行第一次 你的小孩简直是模范教程 关系好正确喔 你自己觉得他这样子处理是不是好的 非常好 在他 我也觉得非常好 焦志芳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可是这样子的前夕会不会拉得太长 完全没有那个罗曼蒂克的情况 这是负责任的表示 不是 负责任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检查方式 自己私底下去检查啦 或者是还要两个人牵着手到性病房治中心 但是妈妈 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 你让你自己很安慰 我觉得我女儿超棒的 我觉得我女儿非常的棒 她从小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然后她也非常信任我 我想很多家长不知道 你很简单告诉我们 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儿 从小交出来的 交出来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接下来 还有一位家长 我们要请问一下 12号 12号的家长 你也来告诉我们 你也是知道的 我知道 几岁 这是我高三 应该是十八岁吧 嗯 然后 这是我知道第一次来 但是不代表 是我儿子的第一次来 应该是这样 是因为她带女朋友在家里 然后是在家里 让我发现到 这个过程我不知道 是不是每个人都期待 不过我们的现场 可以求证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的小孩 就在因为我们的现场 对不对 对 她在哪里 告诉我们 一样 就是你啊 谢谢 妈妈说 你在家里是几岁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对 你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巨石告来 呃 就是带女朋友回家嘛 然后就是一定会做一些 比较亲密的动作 然后家里又刚好没有人 然后 勇敢一点 对对对 正直 血气方刚的时候就 那是你第一次 是 呃 那时候是因为 我们家有 两层 然后就是我的房间在地下室 然后我的房间是个落地床 然后外面是楼梯这样 哇 然后当然啦 是有那个窗帘 然后我就 其实我严格说 不是被撞见 应该是被听见 对对对 正义太吵了 妈妈当时候有没有 也觉得一些困窘或气氛 什么都没有吗 呃 不会耶 我觉得直觉我感觉是说 我的小孩长大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 妈妈应该赶快 有没有要递保险套给她 啊 我 可是我不能迫害 当时的进行室啦 哈哈哈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 当家长真的万一 碰到这种情况 最正确的处理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先不要打扰他们 然后呢 对 让他们尽情地享受 然后赶快逃离那个家 妈妈赶快出 或爸爸赶快出去 就把那个房子让给他们 真的 可是我觉得一般的家长 可能会直接冲进去 就说你这个坏孩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或你这个贱人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我觉得千万不要 真的 我在想 如果是我那个年代 我爸妈可能会这样 马上叫我下跪把我踢出去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话 大家很开放了 你应该把空间就让给他 真的啊 就像说今天晚上 家长家长 你不会家长做吗 对啊 你们忍得住那时候的气氛吗 我很赞同 我很赞同专家的说法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时候 打扰也不是 你进去也不是 最好的方法 如果是我看到的话 我就会把房门关起来 然后我事后再去跟他说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 应该是这样子 你像以前顽皮家族 曾经告诉过我们 如果你在路上 看到两只狗 正在做那个事情 应该把他们两个分开的话 是会造成伤害的 生理心理都不好 我不知道你的比喻 有没有伤害到一些人 真的 心理跟生理上 都会造成一些 莫大的阴影 以后小孩看到大人 我觉得那个伤害 是父母 大家都会囧很大 以后很很 一段时间 彼此看到了以后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踢了头 玩手 但可以确定的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最困窘的反而是父母亲 而不是当事人 对 看你们可以讨论那么精烈 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下 我们在场的 50位的年轻朋友们 他们愿不愿意做 诚实的回答 在电视机前面 在我们节目中 请问到目前为止 他们从18岁到23岁不等的 这些年轻人 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们 请问你有性经验的 请作答 起来喔 高票当中 五十位当中 五十位当中 五十位当中有三十五位 我们请他们当中 几位来说一下 我其实第一次的经验 是蛮失败的 那其实这些失败是 我先讲好了 其实第一次 是我 我刚好是 因为我住台北 可是我之前是台中 我在台北读书 然后因为一些事故 我失恋 然后回去我的国小 然后逛国小 就刚好好死不死 遇到我国小初恋女友 然后我就是 相谈的生活 聊一聊聊一聊 然后逛一逛 然后逛到当初 我们相聚的那个教室 然后逛一逛呢 又逛到当初 我们一起扫地扫的厕所 然后就顺着那感觉非常好 那因为那个气氛 然后我们就是 顺势呢 我们就进了厕所 然后那一样呢 我们一样挑起嘛 就聊了几句话 在厕所里面啊 对 没错 就 就女厕 厕所扫过了吗 其实国小厕所很干净 然后呢 之后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 所以因为我也没有 任何的一些知识 结果我被诶骗骗了 因为我常常听人家讲说 第一次都很快 可是我发现不对啊 我第一次 痛得很 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 我检查一下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发现我 我的外套卡住了 等一下 坐在你前面的陈明珍 绝对有问题 我问你 你最想问他什么 听得这么 听到心又发作了 这么生动的一个故事之后 我一直很仔细地在听 对啊 对啊 其实我是想说 这上天给我一个好机会 我一直在期待说 我的人生什么时候 可以破我的处子之身 然后刚好 好死不死 情况非常好 那我就这样了 也许它是本身 因为生理构造的关系 因为刚刚听起来 好像像是在 是包皮吧 包皮都在前面 在医学上 我们叫做包巾 就是整个把它整个盖起来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提早发现的话 可以把它 手术把它包皮切除掉 这样你的第一次可能会更完美 那当然 我想知道说 那你 那你历经这个第一次之后 以后你在公共场合 经过了公共厕所之后 你会有那种冲动 想要怎么样 其实我会有一种回忆的感觉 然后 我们还有一位同学 我们要听一下她的十一号的同学 十一号同学 你也是属于百分之三十五 还是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五 你的经验跟刚刚那位相比的话 平凡得多 还是精彩得多 好多了 好 请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念高中 然后满十八岁 然后那时候交往大概一年多 男朋友 然后同学说 你们真的是男女朋友吗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 他不把你吃掉 你也应该把他吃掉啊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 然后他就说对啊 这样子很逊欸 而且你这样子留到十八岁之后 应该已经算 然后我就想说 哦 好吧 然后就想说有一次出去玩 然后气氛很好 然后想说 嗯 应该差不多了吧 然后一样这样是 先揉揉抱抱啊之类的 然后再慢慢有接下来的 那个活动 所以你还算是 但是经过了一个过程 对 没有不愉快的 这些过程跟这些的情况 有跟你的家长谈过吗 嗯 一开始的时候 妈妈 那时候我还是 第一次的时候 妈妈问我说 哎 你还是第一次吗 我说是 然后妈妈就说 那我要带你去复场科宴哦 我就说好 对 你的妈妈今天也在现场对吧 对 对 她就跟我支支吾吾的 爱情片子曲佳瑞 制造坏女人 不能因为我是女生 我也会伤害男生啊 对 有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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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的时候 妈妈 那时候我还是 第一次的时候 妈妈问我说 哎 你还是第一次吗 我说是 然后妈妈就说 那我要带你去复场科宴哦 我就说好 所以你跟妈妈谈过 你的妈妈今天也在现场对吧 对 我们看看妈妈在哪里 女儿第一次跟你是怎么讲的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这个节目 让我知道我的女儿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完全不知道 真的 是前两天才知道 她的第一次 那她刚刚讲的那个 的案例是 我在两年前问她的 那她当时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那我就啊好 那还是 那我记得好像今年初 还去年底 我有再问她一次 她就跟我支支吾吾的 我就心里有底了 我就觉得啊 应该不是了 可是我也不会再追问 既然都已经满十八 我就不会再过问 我觉得你长大了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可是真的很谢谢这个节目 因为她也不会主动告诉我 我有问 可是是因为这个节目 还是因为别人来告诉我 促进沟通跟和谐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最大的中续 当然我觉得也许 时间晚了一点 我们就要问一下 同学们 请问你的第一次的时候 或者不是第一次吗 有曾经被自己的父母亲 给撞见 的情况有多少 请作答 也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我们当中我来看看 哪一位能够告诉我们 二十六号 就是那时候其实是我十八岁生日 然后我生日的那一天就是 就是大家去请主 然后回来之后就是 发生爸妈都在睡觉了 我就把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 偷偷带进我的房间 对 就是结束之后呢 我就觉得我想要上厕所 可是厕所在我房间旁边 我就跑去厕所 然后结果我一回来的时候 傻眼了 我妈站在我门口 开着门 然后 对 我们大家都一山不整的 然后我妈就看了我十个眼射 然后就关门了 好 然后就之后隔天 我妈就告诉我 以后要记得戴保守套 对 那她怎么知道你没有戴呢 好 问题 就是我们 就是刚刚十八岁 什么都不懂 而且我妈从来 没有告诉我过这些事情 父母亲在家 你为什么要去挑战这个事情 硬要把她带回去呢 因为那是我十八岁生日啊 为了生日 她已经有准备要做这件事 要装这张礼物 为了十八岁的生日 而做现身 她不是礼物 是那个男的 那天说她的生日啊 我们看看还有别的同学 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 二十一号 我们二十一号在哪里 我第一次被撞见 其实也是算听见 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 然后跟大学女朋友就是 圣诞假期 就平安夜 我们想说要出去玩 那第一站就先回台中 因为我住台中 那晚上就是 那正好就跟女朋友在床上 搂搂抱抱 然后就 温度越来越高嘛 对对对 然后 就从小到大 我爸跟我妈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们只要怀疑我没有睡觉 他们就在房间门口 他们就会说 儿子啊 那个明天你要带便当哦 我就 哦 好啦 好啦 然后那天晚上 我们就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然后可能有一些声音 然后我就听到我爸 就远远地说 儿子啊 那个 早点睡 对 或者然后过了一下子之后 因为当下尴尬嘛 然后就停了一下 可是 诶 停了一下发现 又没声音了 我就跟我女朋友讲说 好 那我们就 就 继续 所以是段段续续的哦 对 继续来 就我们两个就 冷掉 就狂笑 对对对 然后你也知道那时候很年轻啊 然后就 第二四十块就又起来了嘛 哦 对 然后我女朋友就说 好 好吧 好吧 那就 那继续 然后又到一半了 这次我问我妈 我妈就说 儿子啊 那个 要过夜吗 圣诞节快乐 对 什么 没有 我小时候 我们家过节 他们都会送礼物 嗯 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我们自己觉得 有没有一位家长 哪里有家长 原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自己觉得 小孩子 如果你一旦撞见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这个话题 有没有 好 十四号 其实 我有一个儿子 已经二十岁了 我是六年级的 然后我女儿十六岁 然后那天很尴尬就是 是我跟我女兒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就聽到一陣悠揚的音樂聲 悠揚的音樂聲 就是對方的聲音 然後我跟我女兒就互看了一下 我就說 然後我女兒就說 哥哥他會不會太大聲了 我說是他女朋友太大聲了 唉唷 太棒了 然後事後就是 我女兒說媽媽你打算怎麼做 我說那個 你先去跟哥哥打聽一下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 談話跟母親是不一樣 因為我本身是單身家庭 但是我跟小孩子就像朋友一樣的相處 然後事後就是 我會定期的買那個保險套 就雙手遞給我兒子 希望我們這邊在場 都是一些非常開明的父母親 我剛剛講說請享用 那你家你現在的隔音有改善了嗎 有很好 有改善一點 對 其實像我姐姐家的話 我姐姐認為說 這看不到 看得到總比看不到好 他認為說他只要小孩子成年之後 他是隨時歡迎他的女兒 可以帶男朋友回家住的 那可是我的觀念 我就說姐姐 你即使是 當然你可以贊成他們 可是我覺得應該去男孩子家 不應該再到女孩子家吧 那就我就覺得說 如果說男孩子應該有這個責任 跟義務的時候 你應該有個場所 或應該給對方的家長 也知道這件事情 而不是投訴在女生家 而必須要投訴在 就是說一定要投訴在女生的家裡面 那不是投訴不投訴 而是男方跟女方 哪一邊的家長管得鬆 哪一邊的環境比較有 好我們把這個戰火 擴起到所有的五十位家長好不好 我想請我們的家長 請告訴我們 您在事後不管是多玩 而得知自己小孩第一次的 請做大 十二位 這十二位顯示的家長是知道 但有點來得遲了一點 比剛剛我們知道第一次的人數 沒有差太多 家長似乎都不是十分的自己的清楚 我們來請見我們其中的一位家長 十三號的家長 我們看看好不好 我第一次發現我女兒 不太對勁的時候是在她 不太對勁 妳覺得 因為她心動 緩孕 女兒常常每天都是正常十分的 妳的女兒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正好是高中畢業 她是參加同學的生日會 那我一直叮嚀她說 十二點以前要回來 結果她十二點半回來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我就說 就前後給她看一看 有什麼不太對勁 結果她頭還一直撥 一直撥 我就故意給她撥來看 欸 有種了一個草莓 我說那妳怎麼會有種草莓 那同學不小心碰到的 那我就聽了說 妳喔 如果有做 妳自己要小心喔 不能懷孕喔 懷孕的話 我明天可能就要帶妳去檢查 她說媽媽啊 這個是我們學生的問題 我們絕對會做得很好 絕對不會這種事情化身 妳怎麼知道她有那麼樣 最後做到親密行為的最後面 因為我做媽媽的 我跟她講說 對 直覺 而且她時間已經超過了 妳的女兒是不是今天也來了 有 今天也來 在哪裡 我先不面對她 妳要不要她自己講什麼 我希望她能夠跟她的好朋友講說 要做好的安全措施 是自己要保護自己 因為萬一你懷孕的話 那怎麼辦 女兒坐在哪裡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首先我很羨慕 你們的母女之間 這麼好的一個溝通 告訴我們一下 媽媽的直覺 給你帶來的 實際上是壓力 還是一種了解 其實一開始 我真的有點害怕 就是我會覺得 慘了 被抓包了 對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有點 嚇到哭了 對 然後我也覺得 因為我們家庭關係 其實親子關係很好 我也覺得 我不需要騙他們 最後我當然就跟他說 就是我自己會注意 這些方面問題 媽媽希望你告訴我 你跟你一樣 童年年輕人 都要做好安全措施 你願意告訴大家嗎 我當然願意告訴大家 做好什麼樣的安全措施 你告訴我們 你的建議是 就是享受之餘 就是不要讓自己 還沒有承擔後果的能力的時候 就去先享受 如果真的男生夢記帶了 你也許自己身上要準備 因為你是保護自己的一種 我覺得今天 大家都還蠻敢講的耶 我還蠻嚇一跳的耶 而且我發現就是說 現在年輕人 其實他們都越來越開放 然後包括家長 其實他們的思想方面 也越來越開放 其實倒不是家長開放 剛才這個媽媽 之所以那麼容易發現她女兒 你看看13號跟23號 如果她女兒是23號 就應該不容易發現 因為脖子比較短 13號的脖子這麼長 她媽媽怎麼樣也發現 上面種幾個草莓啊 其實我覺得 你不是叫天下父母親 就叫女兒以短髮吧 容易發現 其實我覺得現在父母親 是不得不接受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 現在我們的社會 真的年輕的孩子 大部分的孩子 性觀念不足 性知識不足 然後性觀念開放 然後性行為泛濫 以我這種比較保守的人來講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你的這個邏輯合理 就是性行為 他們是衝動的 而思考跟準備都不夠成熟 特別是在未滿18歲 就可能承接了人生 我們就請現場的50位的年輕朋友們 告訴我們 你或你的朋友 在18歲之前 就已經出場禁果的 有多少 請作答 在從學做答之前 我很簡短問我們三位專家 很簡短告訴我們 這個數字是有代表性的 還是偏低或偏高 先從 在美國有一個統計 14到17歲的這種青少年 就問他家長說 你知道你的孩子有沒有第一次 那38%的家長說 有 問他的孩子的話 大概54%會左右 所以他的落差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數字來講 代表台灣的年輕人 18歲以前有性經驗 有這麼高的比例嗎 你認為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粗估 大概在高中生左右的話 一般大概10%到10%左右 我們有請教兩位同學 他所告訴我們的這種 在18歲之前就有性經驗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這些朋友他們情況如何 我們請教我看14號的朋友好不好 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是在17歲 我還沒有說叫你講自己的 我朋友的第一次是在17歲 到底是誰 我 是你 那你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改呢 對 感作感當的 太羞了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 就是一個長假 然後就跟爸媽說 我們自己搬幾個好朋友 要自己辦一個 一個小型的畢業旅行 因為高三都要考試了 那時候其實是跟女朋友出去玩 然後一天自己就規劃了 整個兩三天的行程 然後租了一個小木屋這樣 然後那邊 好浪漫 好水啊 然後那個晚上 就玩完到晚上的時候 那時候天氣很好 然後星空 然後美景 然後那時候看一看 身體也跟著美妙的起來 你很會製造氣氛耶 爹爹對方也是他的第一次嗎 對 也是 你17歲 而且是一個完全預謀的過程 你自己做了一個 完全準備的過程 在那麼年齡之下 你不會覺得早了一點嗎 還是你受到周圍的朋友的影響 我也覺得18歲比較好 那你為什麼17歲就要做呢 我那時候也沒有預謀 只是我出門的時候 我有跟我二姐講 其實我是跟女朋友出去 可是我二姐就說 這個你帶著 然後二姐我幫你準備 對對對 這個你帶著 你的朋友在那個年齡的時候 有很多人或者有多少 也都是在18歲之前 就會嘗試這個事情 你能告訴我們嗎 朋友的話好像不到10%吧 據我所知啊 你會事後把你的行為告訴大家 然後有一點炫耀的心理嗎 沒有 告訴他們之後才發現 哇 比10%更小 他們都騙我的 再請教一位24號的朋友 你要先說你還是別人 我說我好了 好 也是你 對 你也選擇是幾歲 17 高一的時候 哇 16了 很早欸 16了 因為 我以前高一的時候是球隊 然後幾乎沒有什麼時間放假 沒有自己的時間 有一次清明姐終於放假了 剛好那時候又有女朋友 對 然後就想說約她來家裡玩這樣 哪知道她一進來 我已經有火了 她就丟油進來就爆炸了 整個 整個就很糟糕的感覺 你的對象跟你一樣年輕了 對 他有同學 然後後來之後 我就要看 哥哥也不在 姐姐也不在 爸爸媽媽去準備清明姐要用的東西 欸 這時間點可真剛好啊 也許是一些偶然 我也要突然問你的問題 你現在回想起來 是不是覺得早了一點 可能是像剛剛專家說的一樣 我身邊的朋友可能 大概50%以上都 國中就有了吧 當然就是說 撇開法律的責任不談 大概我們18歲以下 這種性行為本身還是在 法律上還是禁止的 更何況如果是在16歲以下 那過早的性行為 當然對男生來說 大部分是因為這個 在心理上面自己沒辦法承受 萬一你讓對方懷孕了 那該怎麼辦 那你要讓他去拿掉小孩嗎 還是你有辦法去養他這個小孩子 那對女生的傷害是更大 因為當女生 大部分受害的都是女生 因為他可能面臨到要懷孕 那懷孕 萬一他要去流產 然後他整個在他的身體器官 都會受到一些的影響 那更何況現在其實在醫學上 還有一些像我們所說 那種子宮頸癌 他本身是跟這個 有一種叫人類乳突狀病毒有關 如果有太早的性行為 或是你有多重的性伴侶 本身都容易會讓子宮頸癌比較好發 更何況其實很多的女生 對這第一次都幫忙憧憬 但是有時候他第一次以後 他覺得說好像也很普通啊 更何況萬一這個男生又跑掉了 他到時候受的傷害會更大 不過我要講一下就是 因為我在美國念的高中 大學跟研究所 然後我印象中我高中的時候 同學就常常在講他們第一次 尤其我到大學之後 我的好朋友 他們也都在講他們第一次 然後很早就發生 可是我聽過很多經驗就是都不好 都不開心都不快樂 就是莫名其妙就發生了 不是跟鄰居的媽媽 就是哪一個下午跟同學 鄰居的媽媽 真的 真的 我看到 通常很多男孩子的第一次都發生 都給了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是真的 對 是真的 所以說 所以我在講就是說 所以我那時候從高中一直聽到大學 我整個人很慌 我想說天啊 我的第一次我要好好規劃 我要慢慢地等 所以我現在可以來講一下 我的意思其實發生在23歲 其實已經年紀 在那個年代算很大了 可是我印象中 就是我好好的規劃 我精心策劃 就自編自導自演 應該可以拿金馬獎了 然後我也選了一個很好的人 他給我了很好的觀念跟知識 所以對我來講是很快樂的 然後再分享一下就是 剛剛前面講到保險套 就是我在美國念大學的時候 我印象中 當時可能全美 可能在1984年那個年代 可能大家都信的自主意識抬頭 所以我印象中 老師會跟我們說 不管男生或女生 你書包裡都要戴著保險套 一方萬一 這不代表你是性瘋狂 而是你很在意 你保護你自己 對 然後我們老師也跟我們說 如果女孩子啊 如果你今天去男朋友家 他的這個家裡的櫃子裡面 有保險套 你知道嗎 千萬不要想說他是性氾濫的人 而是他為了要保護他自己 以及你 所以這是好的 這真的是好的 所以請大家就是說 真的隨身要攜帶 你知道嗎 我想問一下24號同學 很快告訴我們 剛剛聽了這麼多的年長的一些朋友告訴你 您是不是也同意他們說法 太早覺得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是蠻同意的 但是我覺得 反而這種事情 那麼多會發生的 那倒不如如果要一直去勸他們 他們就反 那倒不如就像他們說 我真的就先做好方範措施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現在的擋 你也擋不了 他們白天以前老一輩子都會覺得說 晚上才能幹嘛 所以白天帶回家就是都沒事 所以現在白天年輕人他幹嘛 對 謝謝你的親身告白 家裡不可以有經常記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要問一下 我們現場的一百位的朋友 無論是年長一點的 或者是年輕一點的 請問你們對於18歲以前就發生性行為 你們反對的 請作答 本來我們看到的是 家長是31 也就是幾乎來講很高的比例是反對的 而同學們似乎是一半一半 也一半來講是贊成家長 但一半覺得是開放 我想我們就要請到我們的一位家長 來告訴我們你的為什麼反對的理由 是不是能夠說服年輕人 我們挑14號 因為我覺得你還沒有到 生理跟心理成熟的狀態 我覺得一個是在你心理上 會造成以後的影響 包括說你沒有準備好 你去怎麼迎接你的第一次 不過剛剛曲小姐講的 她說我可以規劃好我的未來是怎麼樣 或者是可以跟父母聊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生理上的話 我覺得她還沒有完全成熟 那你必須去面對你後面 比較不好的狀況可能是 懷孕了怎麼辦 男孩子你怕她讓對方女孩子懷孕 那自己有女兒也會怕別人 讓自己的女兒懷孕 這對生理會造成很大的傷害跟影響 所以我很反對 請問你年輕的時候就反對 還是現在做了媽媽反對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就這樣 所以我還很反對 一直都是 我是不會反對的 你不會反對 但是就是說 OK 就是說 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其實就是 他們自主能力跟他們的知識來源 在我相信至少在我家的小孩 我覺得這方面應該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18歲如果當作一個界定的話 我覺得其實很怪 因為我覺得受傷害或是她沒有準備好 很多人30歲的女生她也會受到傷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小孩 在一個正常的環境長大 然後呢 你也覺得她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覺得其實18歲 17歲其實fine 剛剛那位24號同學 16歲 16歲感覺上好像有點早 對 所以有家長告訴大家 其實應該在小時候不要忙著去學英文 或學才藝班 應該要趕快先學這個性知識跟性能力 那我想18歲當然是在法律上是一個界定 那我想最主要的是 生理 心理跟環境上的不健全 那當然我們常說有時候性的感覺像吃飯 有些人就真的 15歲他就餓了 那有些人到28歲他還不餓 那你能夠勉強他吃或不吃嗎 所以這個東西它必須要經過一個陣痛期 就跟台灣早期的時候 我們說不准這個第四台 不准是什麼什麼AV片 或者是這樣子色情片 所以呢偷看的人特別多 我相信呢 坐在這邊的這50位的家長裡面 男性恐怕從小的時候 去偷看那樣色情書看的 你又現在調查嗎 不 我當然願意調查另外一個事情 是因為剛才那邊居然有這麼多的人 第一次 百分之二十的人第一次會被家長撞見 我就相信我們這邊 第一次被家長撞見 絕對under百分之四以下 我們對不對 多聰明啊 我想究竟當兒子女兒碰到人生第一次 這種事情的時候 家長或子女自己的態度究竟有沒有差別 我想共同在現場的一百位的朋友們 您認為在性的這個問題上 爸媽管教女兒比兒子更嚴厲的 請作答 女兒管得更多 更不放心 發生事情 也更擔心女兒 我們看到家長部分是 百分之三十六位 認為是 認為他們是管女兒管得更多 而四十一的一位的同學們 也同樣是認為 我們今天從同學們的看法 為什麼會有認為 父母親對女兒似乎來講的 更加的不放心 十一號的同學 因為我問媽媽說 如果說我弟弟帶女朋友回家可以嗎 媽媽說可以啊 只要我看了喜歡就可以 然後我就說 那我咧 她說 妳 妳想帶男生回家是不是 我就說 沒有啊...當然沒有啊 然後她就說 那就好啦 然後我就說 那如果弟弟以後還沒十八歲 還沒二十歲就讓女朋友懷孕呢 她說 她才不會帶一個脫油品 我說那我咧 我就把你掐死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 弟弟應該就是比較鬆 比較好 媽媽覺得妳會成為一個負擔 一個問題 對 因為她說 女生總是受害的會比較多 媽媽也在這邊 妳是這樣子的人嗎 其實我是 表面上是跟她這樣講 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 我兒子 讓對方 懷孕 我管我兒子比管女兒還嚴 我覺得 那我講那些話 只是要讓她有壓力 那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 那我的反應會是 那就這樣吧 所以妳對男女之間的管教方法 在性的問題上 有沒有不一樣 我...我對我兒子會比較嚴 我覺得 不管如何 都不可以讓女生懷孕 我覺得那是一輩子的事情 也不能說 有了就要拿掉 我不...我不贊成 因為 至少我那個年代 我生她的時候 我就是單親 我是未婚生小孩 我就沒有打算要把她拿掉 所以我不贊成 我想可能都是對女兒管得 比較嚴一點吧 你怕什麼 怕女兒會受傷 怕女兒會受傷 你不擔心自己兒子成為兇手嗎 嗯... 西密的第一次 王志平與孫國豪急爆料 同學還在客廳 然後呢 就兩個人有點偷偷摸摸的 我的第一次呢 其實呢 你也有手了 你好 你好 我想可能都是對女兒管得 比較嚴一點吧 你怕什麼 怕女兒會受傷 怕女兒會受傷害 你不擔心自己兒子成為兇手嗎 嗯... 曾經...曾經有老師跟我先生講說 你沒有做過的 你兒子全部會幫你做 說叫我要準備遮羞費 但是我從小就灌輸 我兒子很正確的觀念 我很信任我的兒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啊 它其實就跟做電視節目一樣 我們所有的節目啊 都要把最好的狀況 跟最壞的狀況 同時考慮進去 那兒子讓別人懷孕 或者別人讓我女兒懷孕 這兩個事情 如果發生了以後 最好的狀況 是兩家都奉子成婚 那就是圓滿的結果 最好的狀況不考慮 那如果是最壞的狀況的話呢 頂多是我帶著兒子到對方家裡去道歉 那對方說 你不要來道歉 你滾出去 那我就摸摸鼻子 抱歉 你放了 走人就沒事了 可是呢 當對方到我家來說 抱歉 我說滾出去 他出去以後 我還要擦屁股 所以呢 我覺得啊 還是女兒 我會管得比較嚴一點 省得最壞的打算還有差別 我要講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在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媽也是規定我 我爸也是規定我 十一點一定要回家 有一次我十一點零七分回家 這個男孩送我到我家門口 結果你知道我爸爸從巷口 就開始打我 傷我巴掌 就當然這個男生的面 一路打回我們家 然後叫我跪在我爺爺奶奶遺照面前 發誓說 我以後不可以再晚回家 這是很丟人的 那等到我現在長大了一點 我已經很老了 你知道我如果三點鐘 四點鐘凌晨沒有回家 我爸媽是會把門反鎖的 當然我還住在家裡 可是我弟弟就不是啊 他可以通宵都沒有 你覺得你們差異 就因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種差異 因為他們就覺得 女孩在外面這樣給人家 民生不太好啊 他們覺得人家會說話啊 你是一個女人家 還沒有結婚單身 怎麼可以這樣呢 可是當孩子就不會 所以有時候我去跟我媽吵 我說那你怕男生傷害我 那你怕不怕弟弟傷害別的女孩子 是一樣的嘛 其實我們家裡都是男的 所以呢 那我是聽我媽說 如果她有女兒的話 會管得比較嚴 可是對男生就很放縱 為什麼 你問過她嗎 不知道吧 她覺得 應該是女生比較容易被傷害 對 那我跟我哥就是 專門去傷害別人 男生不會被傷害嗎 男生不會被傷害嗎 在生理上是不會 心裡還是會 生理上不會 請 基本上我們是不是認為 我們父母親對於子女的管教來講的話 究竟目前重視女孩子的安全是對的 還是應該對男女有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當然要一樣啊 不能因為我是女生 我也會傷害男生啊 不是我都是被男生傷害 對嘛 就是 我傷害多少男生在男生 如果說有一男一女的小孩 他們應該是都會同樣 同時灌輸他們健康的性知識或性教育 可是我覺得比較危險的是 男生如果出去 他面對想拒絕的性關係 他說不要 其實比較大的比例是他真的可以不要的 可是女生如果他面對 出去面對另一個男生 他要說不要 在體力上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我在美國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學校老師就有跟大家講 當女生說不的時候就是不 對我說要的時候才是要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女生說不的時候 其實是yes 因為剛剛你說no的時候 後面這個人就說yes 他是說要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小就要跟同學 跟男孩子講說 當你的女朋友 女的同學或朋友他說 就算是你的女朋友 就算是你的老婆 很親密的關係 他跟你講no的時候就是no 所以無論是男是女 最重要的都要有正確的觀念 跟一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無論你的小孩是男是女 他交往對象有一方 也可能都是另外一個性別的 另外一個家庭的男或女 我請問一下主持人 你也是同樣有男有女的小孩 懷孕了這三個字 你比較不希望在自己的兒子 還是女兒的嘴裡聽到 我們考慮下一個題目 下一個題目是 男啊男啊 交個 主持人也應該要回答吧 主持人也應該要回答吧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回答 主持人永遠有豁免權 但是為了滿足您 跟所有現場的其他99位觀眾 我回答一下 我覺得我心理上會有這種 所謂男孩子女孩子的 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但看過這個節目之後 今天晚上我立刻 徹頭徹尾的改善 好吧 我想接下來我們先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再請現場觀眾 跟我們一起來 嚴肅正式的問題 要請教在場的100位觀眾 這第一次 難道在今天21世紀 不應該再被視為以往的 大家所講的 那是一個叫做 真操神聖的事情嗎 我想請教在現場的觀眾 等一下 我有個問題要先問一下 孫國豪 今天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談到一個第一次的話題 你跟我說出來 好像漏掉了你的第一次 請您告訴我們 對 你的第一次只告訴我們年齡 對 在哪裡跟誰啊 還有誰 瓜哥 最近有吃魚油啊 記性相當好啊 好啦 大家準備你的回答問題 聽完勝過好的講話 我第一次呢是發生在 台北 台灣 勒利路 我同學的家中 那時候我18歲 那那個是其實 我第二個女朋友 那那個女朋友 那其實她是本身 她是已經有經驗的了 那所以其實是 她把我吃掉的 對 她是在主導的 她知道要做什麼 那其實我就有點傻乎乎的 就是被帶了她走 那當然就是說 跟現場大部分男生一樣 發生相當的快速 很快的 那美好的感覺 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記得好像 也不是不浪漫 就燈好像也開得亮亮的 也沒有蠟燭 也沒有音樂 然後呢同學還在客廳 然後呢 就兩個人有點偷偷摸摸的 然後結束之後 我就拿了床單給我的同學說 不好意思我幫你洗 這就是我的第一次 我們現在馬上問大家 這個問題 你先個別做個回答 那第一位的 跟你現在還有交往嗎 當然沒有啦 當然沒有啦 所以你覺得第一次的 對你跟他 都不是什麼莊重的承諾 我覺得那個完全就是 一個experiment 一個嘗試 一個青少年的那種 你覺得任何人的第一次 應不應該視為一個很莊重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是 可以安排是 看完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還有第一次機會 你會做不同的安排嗎 我一定會讓他很浪漫的 一定要音樂 要蠟燭 然後先對不對 吃一個燭光晚餐 然後對不對 有一些跟他 而且要單獨 不要那麼多朋友在 沒有我要講我的 我那時候今天我規劃好 所以我們還一起去看 我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不要大家都要講第一次 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還一起去看了這個旅館 你知道嗎 然後選了一個日 黃道幾日當天 一起吃晚餐 一起首先走到那邊 然後燈光 你要亮就亮 要暗就暗 都可以調好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人 那曲老師你現在要跟他在一起嗎 你能問我嗎 沒有 沒有 因為後來 聽聽聽聽 聽聽 沒有 因為後來我傷了他的心 所以 你這個 You're back 所以安排跟沒安排都一樣 所以安排跟沒安排都一樣 我們這位現場的一百位觀眾 跟我們來共同回答問題 您認不認為 我們今天討論了很多 這第一次 應該是一個很莊重的承諾 無論 那是不是能帶成一個婚姻的承諾 無論如何 請回答認為 它是一個很莊重 而且要很認真的 看待對方這件事情的 請作答 很接近耶 一樣了 哪一位家長沒有投下贊成票 對他說哪一位能夠對這問題做一個協問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應該把它當成是一個很神聖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從小我就自己勉勵自己 或者是告訴我自己的小孩 人不狂妄往少年 你在那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去不停地去探索 碰觸一些 不可預期的一些東西 如果這些東西 這個事情 都變成那麼的質勢 先要去吃飯 先要有燭光 先去勘察場地 我覺得再就 黃正平 黃老師有沒有 我非常贊成 OK 但是 我覺得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OK 我可以說我的第一次呢 其實呢 你也要說了 你也要說了 我說我的第一次呢 其實就是我小孩的媽 但是我後來很不信我們離婚了 所以說其實我會珍惜那個第一次 但是我剛剛投的票是反對票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呢 對 我當然非常贊成是這樣子的 就是第一次應該是你的承諾 OK 或是怎麼樣 OK 我也做到了 但是呢 這條路沒有走完 妳好 黃麗芳 我是很傳統的女性 我認為第一次是非常神聖的 很幸運的是 36年前我認識我的老公 一直到現在 我們的婚姻還是非常的美滿 她永遠只有我 我永遠只有她 這樣很棒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第一次 都是值得珍惜 而且是重要的 尊重 才是性的觀念當中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節目 能夠讓您的家庭 因為了解而更加的和諧 因為彼此的尊重呢 更加的相愛 不怕您接受我們的挑戰 只怕您不關心 我們所要討論的話題 祝福您就有一個幸福的年輕 跟幸福的家庭歲月 謝謝各位的觀眾 謝謝各位的觀眾 再會 我們再會 謝謝